我們又回來了 Andy,你記不記得以前有一位政府 港英年代的高官叫做Rachel Catlin 你記不記得有一個這樣的 不記者 Rachel Catlin從我們電影界都有點淵源 她曾經有很多人跟人士談 香港是很多取景的一個聖地 也有人開始問 為何要透過海外貿易發展局的聯絡 而香港政府自己本身 在港英年代 為何沒有一個像美國的制度 在市長辦公室有電影的製作 叫做Film Commission 專門幫助海外的製作 外地製作來到城市裏拍攝 那些人來拍攝有很多消費 也有一個很大的推廣作用 當時政府有談過 不考慮成立一個這樣的Film Commission 到最後差不多要拍攝的時候 就被陳方安生踢爆了 沒有需要 這件事是我們電影界對陳方安生 是很不滿意的 這個舊事 雖然我們不是摩托街 我再提一下 現在特首應該在寫資政報告 我覺得如果電影界有這樣的要求 差不多現在是最好時候 具份資政報告 其實就是他的政綱 現在這個階段 我想特區政府有些什麼 要討好到 業界和香港市民 我想都會認真考慮 說了一點點 剛才Niko Kimmen拍攝那部電影 我們就說他好事變壞事 一出閘就跌腳 其實為事未晚 這個連續劇 他其實還有一段時間拍的 他拍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說了 就算團隊可以幫你做宣傳 那裡可以製造一些正面的新聞 還有一個作者本身 他其實都會是這套戲的顧問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跟來香港 可能有可能沒有 他都應該 他讀Hong Kong Island School 我猜他應該有三個星身份證 他隨時離開 就算你實居政府不找他 你都叫Hong Kong Island School Island School 英基的主席好像仍然是石禮謙 你給我找回這個舊生出來 又可以幫自己的學校做宣傳 又可以幫香港做宣傳 學樂意不為 就是你有一個這麼出色的學生 在你那裡 就算他不是今天寫的 他都在你那裡畢業 去了Harvard 讀大學 你請他回來做一些 Homecoming 的事 在學校裡面說說話 我們香港的情人是能不能無多好 多厲害 這個其實是位置未晚 現在做郭泰還是什麼 包他來都可以 既然你五個人都可以 可以豁免 豁免多個有什麼所謂 同一件事 他剛才說來的時候 那部電影裡有三位美國的女士 在香港發生的故事 一個叫Mercy Mercy就是那個韓裔的 然後有一個叫Hillard 一個叫Margaret 就說Nichol Kim 就自己會做一個角色 不知道他是做離婚的那個 還是做媽媽的那個 那這裡 我猜就算是 譬如再請一個作者來香港 又幫他賣一本書 這本書翻譯了26個語言 我沒有特別留意 有沒有譯了中文 我猜都有 26個語言 這樣跟他做一個 是吧 就是在香港 其實宣傳他只是宣傳香港而已 是 就是這個 就是一戰雙丟 後來而不壞 這個 我相信就 就是 現在看 兩個局長 那個做事的方法 分分鐘是拍完 他們都不會有這些事情做出來 就是可能拍完都沒有想過 怎麼再在別人身上高 真的都幫我們拿回一些 既然你給別人豁免 一開始就看得那麼差 起碼 最後都 吃兩三鋪 雞糊也好 有些議員都可以抽下水 因為早前聽見有些建制的立法會議員都說 不如趁這個我們在奧運這麼好成績的時候 一二三金牌 不如成立一個 文化體育的一個局 就像討拗英國那樣 這個其實一早就說了 不過是做不到而已 設一個文化保障 那你還說什麼 那些 Film Commission 那些 Film Office 那些 Film Office 就可以在下面 那這個我覺得又是沒有壞的 就是你 怎麼說 有辣有不辣 那些局長的分工細節一點 那你做那一半 那當然是緊張一點那一半 就是會爭取 但是你如果多分一個出來 變成了整個團隊之間的溝通 那些默契就要好好才行 就像今次這樣 就是沒有隊形的 就是就著現實 我們是說牽涉兩個局長而已 完全沒有隊形 這個真是很可惜 我覺得如果你第三個局長 我覺得民政事務局長 你都可以開聲 既然 Nicole Kimman來到香港 他可不可以跟我們的年輕人 講一下創意 家留一下 去不了醫館 都網上過來一次 為什麼 就是這些東西可以開聲 就算他不行 就像這樣說的 那個作者 Janice Janice Lee 各位Hong Kong Island School的土產 那些都可以用得著 這個 你商經局想不做 我民政事務 管 年輕人的 都可以想一下吧 再不是 教育局長出生都可以 就是沒有這樣的動力 既然你給他命的 就是你搞 是成對方 聽你這樣說 青年事務委員會 都可以自己邀請他們做些事 很多事 說起來是 但是他有沒有主動性 還是大家看著 你眼看我眼 全部沒有主動性 真是糟糕 沒有 沒有 我們提議了 沒有人在媒體上做都可以 我們這一百 叫做 少本經營 未必有這樣的資源 未必有這樣的資源 但是有這樣的資源的媒體多的事 是吧 就是這些 有電台雖然說被人插槓 也有資源 是吧 都可以做些事 其實有多少成本 哈哈哈哈 成本就是你找一個人 其實找一個委員會都可以 你那本書的作者 容不容易跟到他 要聯絡到他的老闆 容不容易 話那麼容易 他自己也有自己的網站 你打進去 有一個電郵 立刻可以找到這個作者 好 你再不 要聯絡到他 有多難 Nicol Kimman 你不是經歷休局長 看看那個隊伍 為甚麼做不到 還有 我們都說 你既然也是 你也扭一扭他 也拿回一些資源才可以 我想我來說Nicol Kimman 講到這裡 我突然想起一個大班的好朋友 你記得鄧永昌是吧 他曾經在香港的書展 是做了很多功夫的 和很多海外的作者 邀請來香港搞論壇 如果他在生的時候 我相信他一定有他的網絡 會邀請到不單止剛才你說的那個韓裔 還請了另外那個 Esciting Times的作者來香港 我剛剛上去Amazon看 就是這本書原來在說 一個是外國Iris的外籍人來到香港 教英文 那後來當然有些羅曼氏 發生在香港 就是這樣 故事是這樣展開的 愛情故事來的 愛情故事來的 好的 好 還有 即使 就算不是說香港 你都可以將 這個講講的書展 當然給了很多機會 每一本的作者 其實真的 間中 你找一兩個更厲害的人來 都可以 譬如 譬如 Stan Brown 是吧 Darwin G-Code 又譬如是 Harry Potter 羅蘭 是吧 都可以的 就是這些 我覺得 你敢不敢思考 或者 一年一次才輸錢 但是 我沒有聽到 也都感覺不到 他們是有這樣的意圖 就是找全世界 在出版界裡面 最頂尖 你不要說頂尖 最受歡迎 最賣得 最搶銷 最賣得的作者 就來香港 如果那些 你說也有本地市場 很多人在看 很多人 或者變成中文版 亦都相當暢銷 問題是 有沒有人想 有沒有人做 現在你經常都說要 那幾個re reboot reconnect recover 那麽多個read 那就要想這些東西了 Andy 有時候 類似香港 都有很多團體願意做 好像是外國記者會 FCC 我都是會員 我經常收到 有很多時候 會請一些很傑出的作家 紀錄片的導演 是來在他的會所 和會員和他們的客人 邀請他們 是分享的 甚至是網上的 那就是 當然了 現在FCC又吸黑豬仔 那可能很多事 政府可能就不會跟他們互通 那些FCC的取向 都是偏向政治多一點的 是嗎 是嗎 事事 政治 那麽多些 間中的名作家都會有 但是我講的 尤其是跟香港拉得上關係那些 拉得上有關係那些 你都請他來 我再說 Dan Brown 他的背景試過在法國 試過在意大利 是 你請他來一次 在香港 在亞洲 他寫的那些是文化 那些 歷史古蹟 原意 那這些 你如果叫他來 在香港和你寫一本 你反過來 你給他多少 都值得 是嗎 我也不想再提 你那四千九百萬 我提供你來看一看 我提供你來看一看 嗯 嗯 寫一本關於數況 後來就這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另外 另外一個 就是國家 這次 我覺得都 都很有趣的 就是跟我們都有點關係 就是說到 牽涉到一些 是 一定在那裡打卡 那樣 是的 現在 發現的地方就是 在他再北面一點 一個 一個哥本哈根 就是大城市 一個是小很多 叫做 阿薩的 的 舟仔 自己又 弄了一個出來 嗯 鬧雙胞 結果 要搞到 是大官司 哈哈哈哈 現在 丹麥有兩條 這些 很像樣的美人魚的雕像 是 那個阿薩的地方 其實是有趣的 就是他 做出來 老實實 那個原創性是不太高的 嗯 做出來的 是一個石像來的 嗯 這個石像 就是做 雕石的技工 他平時是做什麼的呢 平時是除了做這些 擺設之外 他是幫別人丟那些 那些 墓碑 嗯 就是他主要的工作 其實是幫別人 要墓碑 那為什麼呢 就是他自己有一天 就說 睡一覺 他說 他的那些靈感 就是睡覺在那裡的 嗯 就一睡覺 就放了一本簿 在枕頭旁邊 寫下它 一晨就說 一醒就立刻記得 要不然 就是三分鐘之後就不記得了 那他就有一晚就是 就是蒙到一些美人魚 那他所以一起來就做了出來 那做了出來之後呢 那些街坊 就說是否 沒有結束 二十萬左右人口 就是很小的一個城市 那他們就 夾錢 夾錢給他去做 然後買了一個 嗯 那大家覺得呢 就放在那裡 就變成一個 變成一個真正的景點了 那現在這個投資我覺得做得挺好 嗯 因為呢 就是說你說抄也好 那就 激怒了 原本 嗯 原本呢 就真是 做這個美人魚 那個我們 見的那個雕塑 其實是來自安徒生 就是那個 童話裡面 那當時呢 就是這個原本的雕塑 其實是很久以前的了 嗯 那是在 1913年左右 19314年左右 是加士伯 嗯 加士伯我們喝啤酒那個 就是加士伯 真的丹麥一個富豪 他那個 就是他自負之道呢 其實就是做啤酒 嗯 就是我們喝的那隻 Karlsberg 他贊助了 然後他出錢呢 就 做這個雕塑出來 嗯 那麼他那個 就是 安徒生就是那個故事而已 就是美人魚這個故事 但是那個樣子呢 是怎樣的樣子 我想他怎樣擺設呢 那這個加士伯 這個Karlsberg 就說他呢 他很心疑一個 是跳巴雷舞的 的舞蹈員 嗯 那麼他就說你 請你照這個舞蹈員的樣子 嗯 那個那個體態呢 就照他來做 那麼就做了出來 那麼 這個雕塑呢 就雖然是他做贊助人 但是那個版權各樣的東西呢 都是那個 做這個雕塑出來的 這些後人擁有 嗯 那麼現在呢就是這個雕塑的後人的 就去告 阿薩這個城市 這個石像做出來的那個 說他侵權 那麼他就 其實是說的是要他 賠錢幾萬元美金而已 嗯 就是那個那個費用很少的 沒有啊賠6000元美金而已 就是6000元美金而已 就是幾萬港幣 變成港幣是5萬元而已 就是港幣 那就是錢不是太大問題 但是呢 他們就很緊張 就是白夜 白夜做的那些事 就不要被人抄了 所以他們不是第一次打官司的了 打官司打過幾次了 有些贏有些輸 可能這些官司 令到人覺得他是貪得無險 實際上那個版權是說 去到2029年是完結的 就是又說 由那個藝術家創作這個美人魚 是七十年 由他死了之後七十年 就叫做完結的了 那個版權 是 我再看回我的律師 原來阿薩這個鎮 是1200人而已 是1200人 1200人一起做出來 我想差不多家家戶戶也有分鎮 所以他們比較緊張 他們就覺得這場官司要打 因為有一個先例 就是我們說牽涉到版權的問題 有一次他們基本上是放棄了 如果有人追究下去 別人的說法就是 你也不是原創的 你那個 你那個 就是你做出來的那個 那個樣子 是家事化 如果你說原創 家事化 這位仁兄 是要你做那個樣子的形態出來 第一 第二就是 其實這些類似的雕塑 那個形象不是你獨有的 就是你那個 不是你的爸爸 不是你的白爺 是零開始 由他自己做出來的 就是他裏面都有其他人的創作 甚至你追溯一下 就是安徒生的原主 這個character 都不是你的 那你現在就拿了一個版權 是不是真的你有一個版權先 就是法律上高 用這樣的觀點來打官司 打官司真是很勞民傷財 特別你講 是打這些這樣的版權 好像是音樂創作也是的 很多時候都說 哎呀你這首歌 要抄我哪一節 那又是 是要找專家去幫他們鑑定 究竟屬不屬於一個抄襲 那這個都是一個 很專門的一個學問來的 但是原創者那些後人的說法就是 他們現在做出來的那個 樣子都相當難看的 那個美人儀的樣子 好像一個喪屍一樣 我想他的說法 因為版權其中有一個概念 是叫做moral的integrity moral right 我做出來的那個很漂亮的 你將他變成厚化了他 其實都是一個 第二個侵權的行為 那他們其中一個 不滿意的地方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 就是搞什麼 你從那個國家的 運觀一點的角度來看 你是一個正牌的 大家都沒有爭議的 大家都知道那個 你是武林正宗來的 是你的了 這個真是真事 那個是次貨來的 是抄你的了 有人抄你 就讓他抄 他現在這樣 其實就是幫你做廣告 什麼所謂的 一家便宜兩家爵 我聽你這麼說 內地的少林寺 關於那個品牌 亦都不需要打什麼官司 其他人去模仿你 都是說你威 我就是這樣看 如果他威脅到你本身 就是這件事 就是 靠你那個人 是威脅到你原本有版權的人 你生意真的有很大的影響 真的有 我覺得你就追究了 現在有一個千二人的震仔 是不是 你怕他威脅你什麼 還有那個真是 是一比就給你比下去 那麼 我在這個新聞還沒出之前 我也不知道丹麥有一個叫做阿薩的地方 哈哈哈哈 你想也想不到會去 我不知道 不知道有多少人會特地為了這個 美人魚2.0的接貨 是特地 其實都挺北的 就是在丹麥差不多 最北的地方 你只是走去 去那裡看 而不去 那本蝦根 在本土 即是真正的那個美人魚 我相信不會 我也不會是這樣的 但是這宗官司的報道 上了紐約時報 那就有有有趣了 令到人家關注這個小鎮 播重溫及下載收費服務 一年一千元 付款方法非常簡單 你可以親自去上環D100專門店 或者現金ATM銀行櫃圓機轉帳 去787-087-998-883 或者用轉數快 或者登入D100.net網上PayPal訂購 自己有請訂購D100香港台 如果有任何查詢 可以電郵去info at D100.net info at D100.net WhatsApp去91671611 又或者打電話22971999 一起把聲音留住 續訂D100香港台 延續節目人才 有限時報道